分手后男人跟你说这三句话 就是心里还有你 赶紧挽回吧 爱情说到底还是一件心疼的事情 如果你一直心疼 说明你一直在爱 什么时候麻木冷漠了 那么才是爱情过去了 才是爱意良 假性分手 质性分手 分手有两种真性和假性 不过假如是女人主动提的分手 都是假性 或许你做错了什么事 激怒了她 或许就是你忽略了她 她说分手 不过就是想让你有危机感 挽留她而已 不过男人说分手 一般就是不爱了 或许你们之间普通争吵的积累 让她受不了她提分手 可能对你还会有愧疚 要是原则性很大 那种一般瞬间就不爱了 敢分手就不是爱了 不要把对方的愧疚当成爱 不要多跟你聊两句就是爱 成人的感情都不会在冷静的时候 对曾经过情感的人 有很差的行为 真正分手了 就不要再去想爱 或者不爱了 不过说实话 真正爱你的人 相处的各种蛛丝马迹 都逃不过你的法眼 不爱你的人 任何事情都能做到 抑郁常人的决绝 当你曾俊云飞手的悲痛 你是否还能感受得到 她其实心里还有你呢 今天就跟小编一起来测一测 她心里到底还有没有你 每段恋情 多多少少 大都挂有刻骨铭心四字 因为爱过 痛过 彼此伤害过才能相守 当爱情出现问题的时候 男女之间的区别 面对问题 男人都是自信思维 创就决定了她行动力 但是她的感觉 永远都是后知后觉的 不是要女人那么细腻 感觉如此透色 接下来我想反驳一下 你所以为的真假性分手 不过都是你以为 其实很多时候 男人提出分手 只是想逃避 不是因为不爱了 而是因为面对争吵 面对问题 有点不知所措 觉得分开应该会相对好些 就非常直接了当的 做出决定 其实心底里 还是爱着你的 如果男人分手后 只要对你说过这几句话 就证明心里还是有你的 自己照顾好自己 男人嘛 视为简单粗暴 他不会跟女人一样矫情的 说一堆 但他的潜意识里 只希望你好 分手的时候 我想他估计 也有很多关心的话 想要说 但是由于感情线路 持余组织方面会比较差 他的心理直觉 就是你要好好的 所以才会说出这句话 你会遇到更好的 希望你遇到更好 你不知道吧 他其实还有另外含义 就是他失去你 都是带有处意的 你那么爱他 我想你在跟他分手的时候 也会忍痛说 希望你遇到更好的 不相信你会看不出来 要是不在乎你的 还给你说这些 管你是不是遇到个垃圾男人 其实当一个人真爱一个人时 你只希望他能得到幸福 有些时候男人的分手 有时候只是自我怀疑 是不是自己能力 无法给这个女人幸福 从而选择放手 让你去寻找幸福 实际上他不知道 其实在你眼里 他就是你最大的幸福 我们还能做朋友吗 其实分手后的我们 还能做朋友吗 就充分地展示出了 他对你的依恋 他根本放不下你 问你还能不能做朋友 就是想拖着你 不给你去找别的男人 因为作为朋友 任何你的动向 他都还能知道 说白了这种关系 有人可能会觉得很怪异 但是却不能代表出什么 有可能他心里还有你 也可能是其他 总之你俩聊天的话 内容会让你有所察觉 他爱还是不爱你 只要不死都不是结局 赶紧挽回吧 他心里还有你 还爱着你 可能只是方释错了 因为他 bastante关系 但是我深信的 但是我感觉 你还能够